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啦 这还有你说 希儿当然很治愈人心 你才知道你跟她才认识多久 不准靠那么近 离她远点 离她远点 那个文字 是希儿的日记本吗 嗯 我喜欢把这些美好的回忆都记录成文字 不过 今天要写点不一样的呢 这是我的日记 不可以偷看哦 不看就不看 谁要看啊 给我看我还不看呢 我还不了解你 肯定写的都是傻乎乎的天真幻想 不用看我也知道 算了 也没什么别的事做 挺无聊的 还是看看吧 老板 我再有一份慕斯蛋糕 打包 希儿还要带一份回去吃吗 是啊 因为真的很好吃嘛 嗯 这家巴菲量可真足 可以吃个够呢 那明天再一起来吧 布朗尼亚姐姐 皮安娜 嗯 好 谁同意你们随随便没又约好了 一个破咖啡店 有什么好趣的 还天天去 万一明天去了 又约了后天继续去 那岂不是 不行 绝对不行 我不同意 我来找你玩了 另一个我 好久没用这种称呼了 现在应该叫你希儿才对呢 你怎么了 看起来漫漫不落的 走 走啊 已经是晚上了 都11点多了 最近 天 天气还不错 可是这几天一直下雨 你昨天还说 吓得你好烦呢 那个什么 圣 圣诞节快到了吧 圣诞节是12月哦 嗯 你真的没事吗 我 我是想说 你看 这间屋里没窗户 也不通风 空气不流通 对健康不好 就算是我 也得偶尔出去 吐吐气什么的 嗯 我在说什么啊 这间屋子连尸体都没有 还扯什么窗户空气啊 就不能变一个像样点的借口嘛 这下完了 希儿肯定 好啊 其实我也是来找你商量这件事的 真巧 我们心有灵犀呢 明明是我们两个人的身体 却一直是我掌握着控制权 也太不公平了嘛 总之 明天一天 我会乖乖睡觉的 一切就都拜托你了 奇怪 希儿那个家伙在打什么主意 居然会主动把控制权让给我 她就这么信任我 如果我跟周围的人吵架 肯定会让她为难的吧 嗯 看来还是得好好地扮演她 啊 是希儿姐姐来了 希儿姐姐小声好 希儿姐姐小声好 小声好 不行 看见这群小鬼我就来气 照着自己是小孩子 整天缠着希儿 不早就开不惯了 得吓唬吓唬她们 让她们知道分寸 早啊 小朋友们 没错 是希儿姐姐哦 希儿姐姐 我们想听昨天没讲完的那个故事 希儿姐姐昨天在本子上写了好多字 是在写那个故事的后续吗 本子 哦 是希儿的日记本吧 昨天写的时候一直不让我看 是 是的 告诉希儿姐姐昨天讲到哪儿了 昨天希儿姐姐讲了小红帽的故事 善良可爱的小红帽提着许多美味的食物去森林里找外婆 谁知小红帽推开外婆家的门 却发现外婆长着獠牙 原来是邪恶的大灰狼伪装成了外婆 希儿姐姐 接下来小红帽怎么样了呀 接下来 小红帽突然笑了起来 说 真有趣 没想到猎物竟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她挥舞着镰刀只用一击 就把大灰狼的脑袋砍了下来 小红帽看着刚才还张牙舞爪的大灰狼 讥讽地说 就这 知道我的斗篷为什么是红色的吗 小红帽失望地摇了摇头 提着篮子 拿起镰刀 迈上了寻找更多更强烈物的旅途 这就是小红帽通过自己的努力 改变命运的故事 怎么样啊 怕了吧 怕的话 怕的话 以后就不要总是缠着希儿了 啊 好厉害 啊 好厉害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童话故事呢 和以前听过的完全不一样 真不愧是希儿姐姐 希儿姐姐 明天你还能继续给我们讲这样的故事吗 奇怪 为什么事情和我想的不一样 小孩子可真难懂 希儿 来了 今天的主要之母 亚 亚娜 姐姐大人呢 Bronia刚才突然被爱因斯坦博士叫走了 说让我们两个去 不要等她了 好机会 趁姐姐大人不在 就让我在今天 打乱你们咖啡店的无限连锁 只要我能坚定的回绝明天的邀约 你们就错过了继续约去咖啡店的十点 就这么做 好呀好呀 那我们快去吧 嘿嘿 我要大份芒果千层蛋糕 配香草和巧克力的双球冰激凌 天哪 每天吃这么多甜食 不太好吧 要不然我们以后就不要 我知道了 希儿你是在担心我和蛀牙吧 你放心 我每天刷牙刷得可认真了 不是我 看来得换个方法 这个咖啡店 离岩湖基地很远吧 每天都这么跑来跑去 挺麻烦的 要不我们以后就 是啊 真的好远 我上次也跟布朗尼亚这么抱怨来着 然后布朗尼亚说 因为这家店里的蛋糕好吃 所以再远也值得 她还说 这是她吃过第二好吃的蛋糕 仅次于希儿亲手做给她的 啊 难道说 希儿你的意思是 以后不跑这么远了 你亲手做给我们吃 什么 你是怎么理解成 希儿真的好温柔 不过 这样太麻烦你了 你的心意我领了 我们还是继续来这里就好 这是什么量自己理解力 看来太间接的说法都行不通 不如我干脆一点 直接断了这条路 嗯 亚娜 其实有件事 我一直没有告诉你 什么 其实我 一点都不喜欢甜食 我喜欢吃辣 超辣的那种 所以我们以后就不要 希儿 又 又怎么了 啊 你是说 你其实 根本不喜欢吃甜食 是 是 希儿 我好感动 啊 你不喜欢吃甜食 还愿意天天陪着我和布朗尼亚来 果然希儿温柔又善解人意 我真是完全比不过希儿呢 不过 幸好你告诉了我 我一定也要努力向希儿学习 成为善解人意的人 诶 糟了 是姐姐大人 姐姐大人一向敏锐 要蒙混过去可不简单 这里还是假装看风景 悄悄溜过去 希儿 果然还是不太可能啊 下午好啊 姐姐大人 布朗尼亚姐姐 怎 怎么了 布朗尼亚姐姐 希儿今天 乖乖的 有 有吗 可能是昨晚 没休息好吧 希儿明明和布朗尼亚约好了 每天数一百只中庄小兔 然后好好睡觉的 数 数什么玩意儿 数那个东西真的有用 昨天数了三百只都没能睡着 可能是这方法不灵了吧 你说谎 哈 布朗尼亚从来没和希儿做过那种约定 这是布朗尼亚临时编的 什么 而且数中庄小兔 并不能帮助睡眠 自己说出来了 你不是那个希儿 你是 呃 呃 布朗尼亚姐姐说什么呢 希儿只是顺着布朗尼亚姐姐的话 开个玩笑罢了 呃 布朗尼亚姐姐真是的 呃 你怎么来了 什么 滚开你个混蛋 不想再被推下楼梯的话 就给我离希儿远一点 呃 布朗尼亚姐姐 其实 我因为要给孩子们念故事 所以 最近在学习演反派 你看我演得像不像 布朗尼亚记得希儿上次 说她睡觉打呼噜 所以今天布朗尼亚给希儿带了点安身茶 这回你可骗不了我了 希儿睡着的时候 我一直都在旁边盯着她看 她从来不打呼噜 只是偶尔会说些可爱的梦话 呃 把你刚才听到的事全忘掉 听到没有 什么 全部都忘掉 从脑海里删除 清空 不许留下任何记忆 就算突然这么说 忘不掉也得忘 没有商量的余地 是这 手中张小兔的事 还是演反派的事 还是 盯着希儿睡眼 呃 不许重复 不许说出来 全部都忘掉 彻底忘掉 诶 诶 龍尼啊 刚才有件事问了跟你说 诶 不好意思 打扰二位了 请继续 你变成奇怪的误会了呀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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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惑也就算了 还被其他人看到了奇怪的画面 要是被希儿知道了 肯定要生气的 怎么办 我该怎么跟她解释 可我烦死了 喂 你走路不看前面的 啊 咦 这不是希儿吗 我这个小姐找你呢 来得刚好 帮我测试一下新的作战机甲 开色了302P 这款可是我新鲜 哎呀 真是可爱的玩具 就是有点脆弱 一碰就碎掉了 我的太子拉3027 这是 特斯拉博士的新机甲吗 还挺有设计感的 我从没想过 可以把机甲的身体拆成两截 很有解构的美 洗窝头 这可是我最新研发的机甲 Tesla 3027 居然就彻底拆成铁块了 想开点 至少还成型 那个丫头 形势有这么凶猛的吗 也许每个人 都有不为常人所知的一面 结果 全部搞砸了 不管做什么 都事与愿违 全都和我想的不一样 还对姐姐大人说了那种话 最后还拿龙虾头博士的机甲撒气 我到底都在做什么呀 希儿她 一定对这样的我很失望吧 桌上有张纸条 打开抽屉 这 这是 昨天希儿打包回来的蛋糕 还有一封信 这纸 是希儿那本日记本上撕下来的 她昨天就是在写这个 这 希儿 吓了一跳吧 用写心的方式与你交流 还是第一次 毕竟我们一直生活在同一具身体里 熟悉彼此的每个想法 但正因为如此 也会有难以说出口的话 会有因为太过习以为常 而被忽视的言语 所以 我才想要以这样的方式 正式对你说一句 谢谢你 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照顾 感谢你包容着我的软弱 胆怯 畏缩不浅 正因为有你在 我才能鼓起勇气走到现在 你是我最不可或缺的 无可替代的重要之人 希儿 这个蛋糕真的好好吃 我咬第一口的时候就想分享给你了 所以特地给你带回来了一份 因为想给你一个惊喜 就一直瞒着你 抱歉了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份礼物 蛋糕的口感可能会不如当时的了 果然下次还是一起去吃吧 就是 汐儿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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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嘛 害我担心那么久 结果完全是我四乱阵脚 搞什么 以为一块蛋糕就能售买我嘛 平日 至少也要再加个冰淇淋球吧 可是这种天气 冰淇淋球带回来会化掉的 果然 还是一起去吃吧 反正 要是你约我的,我可就答应了 笨蛋,真是个笨蛋 蝎儿今天应该没有问题吧 虽然总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 可恶,她一个人的话果然还是让人放心不下 还是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吧 蝎儿姐姐,我想明白了 我知道你想教我们的东西了 就像小红帽靠自己的努力就能改变命运一样 我也将扭转万象 蝎儿,我终于找到了 我在盐湖城里发现了一家非常正宗的川菜馆 我们今天一起去吧 七尺炒甜椒炒泡椒,超辣的那种 来继续昨天的战斗吧,蝎儿 我的胎死了3028号 一定会完成对你的复仇 啊 Bronia姐姐,早上好呀 早上好 Bronia姐姐,是不是不太舒服 感觉脸有点红 难道是发烧了吗 没有 只是,抱歉,蝎儿 Bronia不想忘掉昨天的事 因为,那也是Bronia宝贵的回忆 诶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啊? Nah Br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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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